我们再看这一次 我想赢跟输一定都有理由 都有原因 这一次感觉是 这四位县市长操盘操得很不错 没错 其实最主要这几个县市长的操盘上面 齐迈他就是非常有耐心去等待 因为他不急着去推出康玉成 然后前面有讲要说 先让郑光丰跟康玉成都各自去拉票 那最后是康玉成拉票状况比较好 所以就是推康玉成 可是发现说 还少了一个关键性的票数 这时候这个怎么办呢 发现是说我们前面刚刚讲 讲到说就是要被这个叶元兹 提议要去罢免的曾俊杰 其实他对于陆淑美这个人选的话 没有这么的支持 于是跟他沟通之下 发现他弃案投名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团 如果要在高雄去罢免曾俊杰的话 我们就全力团结去挺住他 这个弃案投名的人的话 是很了不起 因为他让高雄是有机会的 重新议会上面 辅会一致的去推动高雄的一个市政 那黄伟泽当然他最近 也是很多的压力 因为说台南这边 这个就是吵得非常凶 其实简单的讲 就是说就有郑国会人觉得说 邱莉莉跟郭再卿 这关系很好 郭再卿他涉及到了一些 有一些涉嫌的一些案件 所以说认为说不应该去 推邱莉莉 但是其实另一方面 郭信良的话也是有 非常多的一些争议 最后其实是由中评委 赖瑞龙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说台南这边跑票的话 直接开除党籍 那跑票不然投给自己啦 投废票啦 无交票都是 那黄伟泽他现在呢 也一一地劝说呢 以大局为重 希望大家团结在一起去投票 所以其实黄伟泽在关键的时候 也发挥了这样的一个团结的一个效果 那基隆的这个林佑昌的话呢 他第一个 他先去拉到了这个清明党的这个两票 这其实也是因为在过去 他在施政的过程当中 跟清明党 他其实不分任何的这个绑派 只要对基隆好 林佑昌那都是很积极的 去跟议员们沟通 所以他就拉到了这个宋楚瑜底下的 清明党的这个议员的这个两票 也包含刚刚所说的非常关键的 这样的一个票数 也被林佑昌呢 这样的在沟通之下 让这个票呢给同志伟 所以说同志伟最后又连任的议长 这会显现述说 这其实这三个呢 都是非常的低调在运作 因为这些像是在高雄 其实胜利的契机已经慢慢出现了 但是他们就不让国民党知道 因为就跑到最后一刻的 这个时候投票投出来 才是真正的赢家 所以最后出来的结果 大家是非常的一个惊喜 当然也说准备要选 这个党主席的这个赖清德 那他也说用政治能量 在很多地方帮忙 其实例如说在高雄这个地方 你说像赖清德 他现在做这个向党员报告 其实向党员报告的话 高雄最大的两个派系 大家都知道是局系跟勇言会 那一开始局系会去帮他办 其实说实在局系跟赖清德 比较熟 就南星系跟赖清德比较熟 但是勇言会说 也希望有另外一场 多办一场 赖清德也就是 也跟着呢就是从远 不管他过去跟谁比较熟 其实在整个党的团结 这个底下的话 不同派系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赖副总统也是尽量的去满足 那我认为这个最大归功 应该是归功在现在代理主席 陈其迈这边 因为这刚好是一个民营党 遇到非常大冲击 大家在士气上面 很低迷的这个时候 那代理主席 从他自己做亲生的一个示范 去沟通 把高雄的这个议长给拿下来 那其实这样也连带到了 从台南啊 基隆啊 基隆还是史上的第一招 我觉得这对于呢 这个民营党来讲的话 至少在党内的团结 跟士气上面 制造了一个止血的一个效果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有不同意见党 那分身是民主是很正常 那大家关起门来 沟通啊 吵一吵了这个之后 最后还是要推出一个完整的方案 去给人民做选择 那我认为说 国民党他如果继续觉得 2024就跟2022一样 一样会很轻松选啊 躺着选啊 可以用他们的党意 去凝加于民意的话 那我相信接下来这个选举 可能呢就是会 民意就会给国民党 很大的一个反扑 对 其实在选后 选后其实我有打电话 给过陈其迈 我当时就关心说 那高雄的议长 能不能拿下来 当时其迈给我的答复是说 会很拼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能够操盘这样 其实还不错